不过事发现场也传来温暖的这一幕 因为救难人员从昨天晚间到今天 不断地持续搜救 让不少民众看了非常的舍不得 赶紧送上便当 饮品等等的物资 现场的物资种类多 数量也很多 甚至把帐篷底下都堆到满了出来 现场更有外送人员是组队 自掏腰包来到现场送餐 更有便利商店 明明自己的玻璃门都被镇破了 还提供救难人员食物 现场处处展现温情 帐篷底下瓶装水 饮料 便当 包子点心 不论是热食还是冰饮都堆得满满满 屏东 明阳高尔夫球代工厂 发生爆炸起火事故 锦销持续在现场忙里忙外救灾 许多民众看了好不舍 自发性送来各种物资 要给打火兄弟们打打气 接近中午时分 在工厂附近突然出现一群骑着机车 身穿粉色制服的外送大军 这些外送员可是自掏腰包 分别载着便当饮品 前进火场为救难人员送餐 我们都送完了 送完了给他们而已 你们是自发性的是不是 都是熊猫自发性的 浩浩荡荡荡前来 送完帅气离开实在很感兴 这一块门也破了 而在事发工厂附近有家超商也遭受爆炸波及 大门玻璃整个被震碎 先暂时用后纸板贴起来 虽然业者也是受灾户 但仍然相当热心 不只提供救灾人员 可进到超商使用厕所 还能免费取用食物 今天是只要是消贩员有来 我们都是我们馆长 免费 对对对 能帮忙就帮忙 而事故现场周边 许多停放的汽机车 也因爆炸发生当时 遭到毁损故障 屏东县交通队出动脱吊车 把车辆一一调离 以便救灾 跟民众合力组成后援部队 让救难人员能顺利执行任务 接送过来